虽然游道发挥的不错 但是他后期的游泳选择 其实没有给他提供很多的一个路线的支持 还要强瞎了 先保下路对线嘛 那这样子的话你交换出去的东西 那可能就是中野的 中野的对方的一个版本OP英雄啊 这样的话RNG其实很有可能是 包括说直接拿个野斧 或者说打野AB 其实这首都可以直接拿下来 这边先亮瑞兹吗 先亮一下瑞兹 其实瑞兹这个游泳这个时间点拿出来 是对他们BP不会有什么任何影响 反而还是一个加持 因为毕竟还是没有暴露自己的战术的 西威尔 我觉得是可以前两手先保一手AD 是没有问题的 要不要西威尔加一个卡尔玛直接拿 因为毕竟我觉得这是RNG 特别擅长的一套阵容 我觉得在就是 左边没有拿赛拉斯的情况下 他们卡尔玛一般会稍微往后压一样 就看到里面赛拉斯的情况下 RNG的卡尔玛会拿得非常非常快 这一手 就看RNG是要考虑是摇摆人还是挖绝机了 拿一手摇摆我觉得会好一些 因为以卡尔英雄区来说 他打一个雷克赛 包括皇子也好 他的英雄是很多的 但是比较让我意外的是 他在摇摆人之中选择的这个版本圈的 稍微有点点多的这个阿卡丽 因为大家不要看阿卡丽的这个被动回能量减了 就减了那个十点 但是这十点对于阿卡丽来说 就是前期能不能放出三个Q的关键 对 而且现在阿卡丽我看很多都是带电型 他不再带迅捷步伐了 因为可能也是比较缺伤害 想追求一下自己的爆发 那游荡把自己拿手的皇子给拿了出来 这个可以说游荡现在应该是除了 京东的打野Flawless之外的 联盟里面的另一个皇子助力了 对 这一手如果拿了之后 我其实还觉得像之前的一个VG的风格 是的 这个算是VG自己比较熟悉的一种男人吧 也打野再让下路 至少到目前为止 拿着自己比较擅长的机器 是的 这个时候出个打野 或者出一个辅助会比较好一些吧 啊 垂石 这个在之前看RNG的一个队内沟通的情况下 他们面对狭落的情况下 有两手准备 一手是Leona 另一手是垂石 而之前的那把比赛就倾向于垂石 这把小明继续把学习的手感延续下去 对 相对于Leona的话 感觉小明拿垂石会更加稳定一些 而且垂石虽然对线上提供不到什么的帮助 因为我感觉他跟希尔是配合不到一起的 但是他的一个游走会非常的强 所以这场希尔把线推回去之后 他在线上也是一个安全的 那其实我觉得VG要提防一下小明那个游走 是 就是RNG的下半步的作战能力依然很出色 那现在打野位置可能会遭到VG的封锁 而RNG这边的话先按掉的玉米的乐佛兰 腰机扳掉 那看一下VG这边要怎么限制 要不要打野位的一个雷克赛 包括上一场发挥很出色的一个酒桶 感觉会是在他们考虑的范围内 我也觉得可以办 这两手真的连按下去的话 KASA会相对的难受一些 但我觉得牛排应该也预料到了这一点 他们把这一把的打野位往后放的特别特别多 所以可以去想想KASA接下来会拿一个什么样的英雄去应对 是的 这一场按他以前的风格会玩的扎克 但九点一一的话扎克大招是调回了以前那个版本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开发出来这个英雄的现在的玩法 但是我看那个什么 我看调往时期就开始玩上单扎克了 又回去了当年的那个时候 然后被人诺手一个斧子四个扎克 对 而且就是和线更新之后 我一直又想一点就是一个六级可以干个的一个打野 包括梦魇 狼人 还有一个蝎子 其实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的成为了一个LCP里边的主流 但是LPL这边好像只上过一场蝎子 还是跟注重前期一个对抗的能力吧 但是VG这边并没有完全按在了打野身上 第二首的话是选择犯掉了这边的一个截死 那KASA这边的选择就相当多了 哦 蝎子 是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英雄比较像KASA个人的一个风格 他最开始来LPL的时候就是一首蝎子除名 还有包括像他的扎克吧 就其实事实上KASA在最早的时期他的草食性打野 就是草食性英雄掌握除名度特别特别高 对 但是他的草食性打野打得并不草食 是 马尔扎哈的话现在其实是在韩服胜率榜上有个排名的 他是唯一一个非刺客的一个中单 是 这个是属于是想要去抓阿卡丽对线的我个人认为啊 很好打 就是而且配合打野的能力也很强 但是那直接亮凯南的情况下 如果阿卡丽要到上路他还是抓不到对线 是 那现在要考虑的就是阿卡丽其实你面对这两个英雄 他对线都不太好打 对 你尤其是面对这个就是前期的这个马尔扎哈来说 马尔扎哈是可以推线推到你完全动不了的那种 而且你想击杀他也基本不可能的那种状况 这个毕竟他们还是比较长手嘛 但是这个吸血鬼拿到之后我感觉阿卡丽打中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那这样子的话这把比赛的确VG在自己的对线端上投资了很多啊 导致了RNG这边可能阿卡丽来到中路 无论是中路还是上路吧 其实过日子都过得不太好受 但是狼行最初选择了一个可以抗住凯南的限压 同时发育到后期见完比赛的吸血鬼 非常感觉两边的节奏都会放慢一些 RNG这边两个大后期包括一个他们的中野双人组都是到六级之后才可以配合得起来的 反正VG这边吸血也是那一次 他们唯一有优势的一点就是下路这边皇子可以前期去杠客 但是我个人认为VG这一把还有改变的一个点是在于VG的主动性提升了很多 所以把他们补充了至少三个开场位 所以VG这一把把进攻的意味提得非常非常的明显 对VG现在这个阵容他们强抓能力很强 只要给了马尔扎他一个位置 他闪现大招直接拉住 如果你现在是一个没有水平的状态 我后续控制跟上就直接秒了 但是我最近看到有类似于马尔扎他或者蝎子这样的英雄的时候 对面的战队都会非常的针对 基本上第一件装备之后直接出到一个水银世带 对 水银世带这个东西虽然说你出就有效 但同样的我可以压榨你的经济 这种带压制的英雄其实都是这个意思 而且这一把两边都有压制英雄 所以两边都得出水银世带 所以就是你这边拿蝎子那我拿马尔扎他 那你就是压制我的1300我们平等无效化了 这一把对于RNG来说也正如你所说的 就是RNG的几个核心 尤其是在上路跟下路的这两个核心位上 需要的发育周期太长了 所以而且同时的话 打野位置又是一个偏图图跟打控制的英雄 所以导致整体RNG前中期的作战能力会相对的低 是的 而且我觉得这场小虎感觉带电影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了 面对马尔扎他的话 如果他没有瞬节不乏提兵的回复 他现场我觉得前面六期前的日子会非常难过 我觉得真的前中期啊 在RNG这边来说的话 就要靠阿卡丽跟这个蝎子能不能扛起来了 是的 那看上下两路对线的话 感觉都不是那种很好打的 上路这边西约北我觉得会被坎南压 大路的话西约尔等到他前面三招做出来吧 有一定推线的加持的情况下 我觉得才好打一点 因为前期的话西约尔他的Q太耗蓝了 那我们也跟随着梅塞德斯奔驰进入到今天第二场赵阿西峡谷 阿西峡谷 这个北京主场的粉丝们还是没有掌握到这个关于老干爹加油的这个规律啊 还是大家要齐喊 你需要有一个零喊你知道吗 对不起 好齐啊 好 我们进入到今天VG对RNG的比赛 前期的一个开野动战来说 两边都相对保守 这一把RNG也是做好了一个防守的姿态 所以前期一字尝试地排开 而同样的VG也是几乎没有做更多的入侵眼位 紧在对方的上半部使甲虫那个位置做了一个眼位 对 这一场开上效其实跟我们两个看法差不多 前面VG是有一些领先的 到20分钟之后才是RNG的一个发力期 是 但这把的重头戏依然在对线期吧 我觉得对线期在这个版本 非常非常的关键 就基本上你无论所谓的前期阵容后期阵容啊 你只要对线期打出了血球 你基本上就是能够结病掉 夏洛 夏洛很凶 而且这一场黄子他是选择刷三级一个刷法嘛 并且RNG这边没有在下路那个三角草那边放视野 他是在自己这边的草丛放的 那这样的话导致一点就是 如果游荡这边选择三级来扎战的话 他们是来不及撤退的 是 游荡并没有来 而且因为在现在这个版本啊 就是你要三级的话 你必须把红霸服也去直接清空 对 而且由黄子来说其实很难这一点 对 那现在已经空蓝了 是的 黄子现在空蓝的状况下 他也只能是顺着下半区刷到上半区 来影响上半区这个阶线 对 这边小虎依然选择的是一个电型 追求自己的爆发 还是比较凶的 还是想弥补一下自己 当前版本对阿卡利的一个削弱 那对面的话 一个冰川增幅的马尔扎 他感觉这边阿卡利线上会非常的难受 对 就尤其到六级之后吧 六级之后 但是好在的就是阿卡利事实上是一个英雄弹 所以他天生的比一般的中路英雄来说 没有那么怕斩马尔扎 一点自保能力吧 但是我是觉得这个冰川增幅 如果是一个远程带的话 打阵战简直是不要太好打 对 太舒服了 但前期的这个对线方面 好像因为你虽然说线权把握住 但是漏了不少刀 咦 这边小虎反而还凶了起来 直接把钻破了 哇 这一套幻学很赚 这边马尔扎他是直接连反应的一地都没有 对 因为没办法 马尔扎他这个英雄是属于你六级前 你是要认怂的 六级之后他才有质变 而且他的这个异技能这个煞星幻象的这个等级没起来之前 他推前是推不动的 对 心不太动兵 现在的话感觉中路两边还是可以五五发育 反而小虎这边还有一个压刀 第一轮两边的打野 卡萨这边是回城了 黄鼠这边还没有回 六级前小虎还是可能抓住这个空窗戏 尽可能地压着马尔扎 上半步吸血鬼没有办法 就是尽可能地抗压 但是对于吸血鬼来说比较好的一点是 凯南没有办法压死吸血鬼 对 卡萨这场感觉有点亏了 他是想来拿上路的河蟹 反而游荡这边是早早把上路河蟹刷了 是 那这一场的话游荡是可以控到两个河蟹的 而且卡萨的动向还被入野口的这个眼睛看到了 所以现在游荡的前期开眼 再一次稍微的领先了卡萨一些 而且游荡这边扫描扫出了河道路口 河道处的这个眼 所以也知道自己的位置也被看到了 对 但是这个位置有机会去抓一下凯南 但车离子也是很稳健 直接去读了回城 这个也是报的信息 对方的打野在上半步 所以车离子很稳 溜了 这个线浪狼星卡住了 那车离子会有点不舒服 对 毕竟卡萨这个英雄有一点就是他想要压制 势必会压线 这边盛大灯场没有抬到 这边小米也是回镜空了一个异技能 你上网来 两边当无事发生过 就刚刚我想起了 那个他们打老干爹那一场RD的一个泰坦 这个一钩子勾上来 然后小米直接W人抬走 这一波 直接化点燃 直接这边小米的闪现 加上悠哉的治疗提出 这一波南风打得不错 而且这一波UZI也是第一时间很仗义 他直接跑到了小米的前面来帮他吃后续的伤害 这样其实他的血线没有急剧降低的情况下 这边VG双足也不可能交由闪现来强杀他 总共玉米要回家了 这一波赶紧回家 然后TP出来 41到5 这一波主要是看到有炮车线的存在 想着还是可以再吃一下 但是没有蓝的情况下 这一波可能会掉不少兵啊 阿卡丽这波回家到6级了 那他的主动性会大大的提升 因为阿卡丽的一个跑图能力 是远强于马尔扎哈的 对 但同样的马尔扎哈也要到6级了 是的 两边都是质点 是 现在就看两边的打野的动向 谁会更早的给到自己中路支援吧 看目前为止这边卡丽的一个经验是落后 闪现台 这一波小米是没有闪到后续的话 炮芙也闪现跟上 一雪直接由炮芙拿下 后续悠哉想要追 两个TP降下 这一波南风跟炮芙的一个配合 在下路打出了局面 这边南风的路啊 感觉有说法 很稳战 直接在一个小米走位 有一点点不小心的地方 闪现抬起来 这个是真没辙 因为这一波又抬起来 这一波UJI的魔法护盾 第一线没交 不过炮芙也没有去跟的意思 这一波应该是先想着 把兵清完再说 哇 VG的下路双队 这个霞洛不得不说 他们的配合 因为作为老搭档了 也真的的确是 就是南风闪现上的那一瞬间 炮芙也是闪现 直接跟自己的所有的技能 是的 而且这个南风的洛啊 我感觉就是他的一个招牌英雄吧 也是发挥的很酷色 下路这边 中单两个TP直接亮下来 就是第一时间拉开了 因为毕竟这边 虎智已经阵亡 第二只 和蟹杀心 但是感觉 卡扎不好来抢啊 皇子已经到六级了 卡扎 前期的动作 因为视野的原因导致 而且在上路 空蹲的一段时间啊 卡扎这段时间 依然没有到六级 蟹子没有到六级之前 是几乎没有节奏能力的 对 而游荡这边已经到六 而且和道蟹也抢一下 前期的下半区 基本上是被VG给掌握着的 是的 这一场 虽然就是感觉 卡扎这边被游荡压制住了 就从第一波换和蟹失误开始 的确啊 这把VG在 就是经历了上一轮的一个败局之后 这把的对线期 前期打得相当的不错 而且他们的英雄 其实也不再像上一场那样 就线上很明显的一个劣势了 是 这场他们反而拿的全都是优势对线的英雄 而且皇子这波来下路 随时的闪现还没有站好 感觉有机会一搜这边直接扣大 看一下路这边的重大登场 抬起来感觉没有机会了 小明是闻死版的 就这个闪现交了之后 导致的蝴蝶效应就是 就是游荡来必杀 基本上没有任何的脆弱 对 好 不过对于RNG来说 可以接受一点 就这一波大担框了两个人 但是悠哉的闪没出来 而且还要说到一点 就是皇子这个英雄 我觉得他是很counter蝎子的 他是在先出了皇子之后 再拿到蝎子 如果皇子一定是 我在想 悠哉这一波如果要长手塔的话 游荡没有绕后 这一波游荡 刚刚是有一个绕后的一个动向的 有机会 但是这边是有一个针眼在的 感觉可以给悠哉反用时间 不过依然掩护着下午双人组 吃了一层肚层之后 同时这个人头也是给到了泡芙 现在这个霞的发育 跟上一把UZ的这个霞的发育 几乎是如出一辙 这边的话控制链衔接到 这边也没有什么机会跑 毕竟没闪现 然后也没有治疗 下半区V区已经开花了 那现在KASA来到六级之后 KASA的第一个大招 什么时候出手 也非常关键 而且这一场 凯南是要做一个科技枪的 他是想持续打线上的压制 他没有考虑打团 方便进场的一个问题 那等于说这一场 如果他线上打不出来 一定的优势的话 他这个科技枪出来之后 对于团队的加持并不大 就是他出科技枪的话 就可能会省弃这个火箭腰带吧 对 就是没有火箭腰带 这一段的位移的话 他进场其实还是比较困难的吧 还是要吃自己的闪现 不过的确他现在这个阶段 对于他来说 还是先把这个吸血鬼能压多久压多久 对 这是他这场的一个思路 前期而且这个科技枪所提供的这个续航能力 也可以让他在线上 就是不至于说被吸血鬼耗死 因为吸血鬼的等级也捐起来了 到了九级就是 常规意义上我们说 吸血鬼线上能够耐住的这个时期了 而且感觉KASA这场很急于帮下路建立优势 他几波都是出现在了下半区 自己的上半区这边就放吸血鬼自己去发育就可以了 是 但苦于前期这个野区动向上面来说的话 游荡先快了一波 而且这波游荡也来 这波如果打起来的话 很有可能是个3v3 但是双方的上代也都有提皮 这一波很有可能变成一个4v4 现在侠这边装备领先的是一个暴击斗 这一波难逢的Q技能 Q出了回血效果 探到了KASA的位置 是的 是的 然后同时游荡也被睁眼看到 那这样的话双方下路这一波 小灰战应该是打不起来了 是的 想把玉米叫下来 但是直接早早聘了信号 玉米这个位置应该也不会被拦截的 中路小虎看到了玉米下来 也是发了信号 这一波有可能 隔岸插一个睁眼 看到了流荡的位置 但这个爆裂果实到底点不点 小虎在旁边御御一试 点下来感觉不直接开比较好 因为现在危机下落双组 会更快的支援过来 又在这边塔下有兵线 它过不来的 这一波南风想开 但是开完了大招之后 这个版本是有0.5秒的无法开W的一个延迟 是的 就是落的虚弱刚刚这波很直白的表现了出来 那上路这边凯南想要对拼 这一波车离子的大招被 解释挡了 就稍微的躲掉了前面几截 不过后面的三道闪电还是中了 但是这一波大招放完了之后 狼行可以慢慢的回回来 而同样车离子也可以通过小弯刀慢慢的A起来 两边互换一下大招 但是感觉西约谷这边还是比较转的 因为这个因为从前面我们也看到了 它经常会利用大招来回血 保证自己可以继续吃线 那中路这边想抓小虎的话感觉有点想太多了 毕竟闪现也在而且有三段的位移 但是这一波看到Kasa的位置的情况下 如果说玉米先行发耐 闪现过去直接压制的话 游荡是有机会直接把小虎秒掉了 而且看到Kasa是要往上半步走的 这一波小虎 要吃自己的先手 小虎其实很太发耐 这一波但是最终 蓝风也支援了过来 这边很稳啊 感觉是因为没有抓到Kasa的一个位置 所以没有选择闪现直接大招 刚刚他们是看到了Kasa排完眼之后 有往上半步动的一个动向 就是看到了是吧 对看到了 但是他们没有看到一个比较好的机会 这波双人组后来上路想来拿先锋 但是为这边先行一步 这加上先锋有了呀 前期 必须的下路双人组 以及打野的节奏相当的快 想去中路直接放 毕竟阿卡丽现在是没有倾献能力的 这边放的话 感觉一塔有机会摸一下 还是个满血 应该是撞个肚层吧 但这边想先阴下人 但这一波如果说双人组是 掉线的情况下来帮忙的话 这波必须得拿到东西哦 放了 直接放了 这波不拿东西的话 下路双人组是顺亏 一交TP下来 直接压出 但是这一边的一个烟雾弹 已经放出来了 小虎非常快迅速的一个反应 南风这波进来 反正要把自己送下 狼情让后 后面新红卫衣 直接笼罩了对方的三个人 空最后差了那么一下 没被炸死 但是小明跟UZ来了 这一勾能不能勾到闪现 加欧阳中摆 再加勾 车离子 直接当场与命 这一波小虎的烟雾弹呢 它下来的那一瞬间就按了出来 是的 而且这一波狼情一个绕后的位置也太精神了 直接让VG正面三个人没有去救自己辅助的一个欲望 而且这一波刚刚也是看到 这边Puff他压 捏之狼捏得很死 他知道西游馆的大招炸不死他 这狼一直没有放 最后我都替他捏把冷汗的 其实重点不是炸的死他 而是炸不死玉米 玉米真的就差那么一丢丢血 血皮没死 哇 这边反应上来 是炸的自己有烟雾弹 但是这边南风在烟雾之中 是因为有一个扫描的存在扫出了阴影 导致这一波小虎因为浪的代价 交出了自己的生命 这一波南风开的相当的果断 旁边的话 后续 这边狼情也被宰住了 帮助Puff拿上了一个双杀之后 这一波RNG的上中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 而且被VG抓住了 对 感觉刚刚那一波的话 某带眼镜的主播又要来聊聊两句了 而且刚刚的一个狼情的位置 我觉得出现比较奇怪 因为小虎第一山 其实已经死了很久的时候 他才被抓到的 其实我挺意外说 狼情为什么会在那个位置 对 所以我们一会可以看一下回放 因为确实当时的一个重点 不是在他生产 而是RB这边在打一个风龙 下一条是一个土龙 哇 但是这一波帮助霞又拿下两个人头 霞现在非常肥 我们先看一下第一波 第一波正面TP下来的那一瞬间 小虎就感觉到了对方可能会开他 但是第一时间交出了烟雾弹之后 导致这边Puff完全丢失掉了一个可以普通的目标 然后这个现眼也给狼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绕后位置 这边是玉米 我刚刚看错人了 玉米 玉米现在当时也是几乎一个血气挑战 然后勾完 这一波RNG是打了一个几乎大活全阵的状态 但是后续的团战方面 小虎这个反应加Q是有点颇大的 而且最要命的是 南风这个身上的这个效果是魅惑 魅惑完了之后 同时他身上又有一个 这边是狼心被框到了 而且他这个时候兵线往过推 不应该从这个位置来走 游浪这波猴果对 游浪抓到狼心上一波刚交闪的这个时间点 看一下这边塔皮的一个经济 飞机里面每个人都有入账 而且800的一个塔皮收入 高于RNG这边不少 目前团队经济方面也领先的1000多 我觉得刚刚这波南风真的相当的细极啊 他这个扫描开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让阿卡利无处遁形 扫描完了之后 你虽然还是没有办法去选定他 但是你至少可以看到他烟雾带领的位置 下路这边凯南身上是有散线 但是没有大招 感觉卡莎闪现在有一些机会 看一下狼绳已经上了 凯南这边已经能拉开距离 闪现在直接压制到 但是感觉现在伤害不是很够 歇轨是没有大招的 这边直接跟 阿里边下路下半步的一个两人又打了起来 这边是逮到小米小米 这样秒表了之后 原地场掩护游浪走 这边又一个TP下来 那这一波反倒是VG的双N组的一波先手 没有打出任何的效果 但旁边游浪游到被闪现换闪现之后 旁边小虎过来 一个Q拿下了杀档 而且正面游荡被防御塔击杀而死 Korn交出了自己的名符之后 没有伤害能跟上 UZI收获DoubleQ 这一波 这一波RNG打得很转 这边倒到了南方的位置 打断了回城 一波勾到这个人头由KASA拿下 又是一波完全意料之外的一个混战 本来我们在看KASA 这波又打起来正面 旁边一给到 这情况下小虎怪 小虎这边没有大 给到一个科技枪刃的主动效果 正面进来一套要怪 但是KONTA的是小虎啊 这一波最终是付出了一个一换一的一个代价 刚刚就想说这一波比较危险 因为车里子他大招是在身上的 这一波最主要的问题是 车里子这个大招开的时机比较恰当 刚好是吸血鬼跟阿卡丽 想要同时进他身的一个情况 导致吸血鬼想要交血池去规避他的这个万雷天老影 但是让自己的中度就抗塔了 看一下中路这边应该是危机想要的一个先手 散现直接排取的是个锤石 他把所有的第一波爆发 包括一个控制性能 全都给到了一个辅助身上 这个余震触发还是很肉的 这波小明打得太漂亮了 苗表拖了很多的时间之后 厄运中百触发自己的余震 然后再加一勾 再加点燃 再加自己的这个大招 把这边的泡芙完全打残了 对 而且KASA这边在下路没有占到便宜之后 这边支援的速度也是很快 跟小虎形成了一个包夹 但危机正面的四个人是没有地方可以跑的 这两波VG的前期 仰仗了自己的三开盘的一个主动性 打出了一波一波的进攻 但是两波被RNG反咬了下来 目前的话经济状况反倒被对手反超了3000 看下下面这两个人又来想动一下车离子 车离子边反应也是比较快 但是大招直接开起来 就是没有闪现没有大 看下这边人头给到了TASA 但于此同学上路的一塔已经被VG拔掉了 是 但在此之前RNG已经在中路收获了一血塔 所以上半步的这个塔已经是可以放手 而是又回来到中路去进行一个吃线 另一边VG想要赶紧地对上路二塔再做一些争夺 而下路小虎也把一塔给拆掉 感觉上路二塔有点机会 但是VG边还是求稳撤退了 对 因为线太长了 而且知道狼心回来 回来的情况下这一波再去做纠缠是会有可能出现一些失误 所以这一波的资源交换下的RNG依然是赚的 这一场游荡也是战士打野刀 然后想补一个石像鬼是板甲 那毕竟前面黄主席有点伤害嘛 战士不见伤害 他毕竟还是想要补一个坦克的打法 我现在都不确定他这个身材这两件是为了补春哥还是补石像鬼啊 有可能是春哥 这个现在都说不好 因为他们也知道这个时间点是需要尽快的滚水球的一个点 那狼心这边12级刚把自己的一个红度Q给交掉 后面有一个TP在 正面这个中野双按组 伤害应该是不够的 反倒被狼心先打了一套 这边压制压下来 但是旁边玉米的血量已经见底 正面依然没有进去 狼心中游荡也交掉 车里子再过来 但是这个上中野三兄弟有点葫芦娃救爷爷的意思了呀 但是小虎你这个二段啊是不是啊了空气啊 毕竟这边阿卡丽两段大招都在车里子这种强行下来 想要换人的想法 我觉得有一点不切实际 但是VG这波中路的下落双组可以把这个一坦拿掉 现在VG的中野二人组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 这两兄弟控制组控制链非常的好先接 对你没有伤害而且这段时间你动的居然是一个12级的吸血鬼 对所以就像麦克蒂说到的这边游荡还是出了一个复活甲 因为我觉得冰分增幅的一个带法 它最大的问题就是比较少伤害嘛 所以我感觉VG这边也是懂这一点 所以打野直接来补伤害 但说实在话这两件装备就你即使做了一个战士打野刀再加一件 这个春歌甲的情况下 也不够 对你也不够 你面对其他的一些位置可能够 但是你面对吸血鬼是完全不够的 尤其你身上还没有任何的减治疗装备 而且你看到没有 就RNG他们这个上中下三条路都不是特别容易秒掉那种 对还真实 就面对这个吸血鬼 就面对这个马尔加哈都有一定的反省能力 对 这些鬼这边血石大招 这血直接回上来之后满血了 就游荡这一波 DQ打完加个大招玩的是只能教精神 一点办法没有 而且这一波车里子有点练战了 因为阿卡丽上一波是没有教自己的大的 其实是这样子的 就是车里子 他那个TP不能取消 也就意味着他这一波无论如何都走不了 所以也没有办法 这一波最终悠哉受到这个人头 而且现在悠哉已经4-0-2 身上两剑套在手 而且另外的位置来说 吸血鬼的发育也相当的不错 现在两个后期大和在中期都拿到了不错的一个优势 这一场的话 看一下KASA这边可以选择的目标 应该是在上野两个人身上 因为毕竟中路他天生带一个护盾这边 大招直接踩踩踩踩踩踩踩 闪现上来直接抬悠哉 旁边的话游荡也过来接着 那悠哉有闪现 正面的话压制压到KASA身上 看看没有能把KASA给击杀 KASA有个秒秒在 转头EQ 最终杀档使用这边的一个马尔扎拿下 正面阿卡利进场是要去追对方的装人阻弹 自己也交掉 狼奇这边进来 这一波RNG在悠哉被打退的情况下 正面的中野双兄弟 都没有了一个比较好的阵型一撑 而另一边VG的阵型摆得反倒是更好 这一波中野阵亡可能VG要拿大龙了 是的 这一波RNG是想要先开 反而VG这边也有这个想法 那今天你先动手的话 很有可能会吃亏 所以落的第一波进场 直接把RNG的阵容打散了 是 而且这一波 我觉得野斧VG这边打得相当的不错 尤其是南风 就是你即使在目前这个位置上 UZ有所有的技能 他们依然要选择的是 要把UZ的血量给打低 只要一旦UZ的血量降低的情况下 剩下的中野两兄弟的这个进场 完全可以由 就是凯南以及马尔扎去处理 对 而且上一波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凯南是应该都没有来参团的 而且这边玉米 他也是一直在后方那个位置 给到一个持续的输出 他们其实没有在正面打传 其实正面的话 更多是依靠游荡 还有下路双足打开的一个局面 就现在这个位置 你看RNG的阵型太散了 他正面是只有三个人 阿卡利这边还在绕后 包括吸血鬼 这一波野斧第一时间 把UZ的血量打三中 我们看到 卡塔大招没来得及 放出来的情况下 直接被迷腑之后给摁住 后续狼型带进来的时候 这个阵型已经拉开 尤其是狼型碰不到 对方的下路双人足 对 而阿卡利这个时候再去找 对方的下路双人足的情况下 双拳难敌四手 而且最要命的是 他烟雾弹是放在了河道 他上去追双人足的时候 他是没有烟雾弹的 这波主要是RNG后面 没有一个很好的绕后眼位 包括阿卡利 他是没有从河道直接过来 他是从上面绕了一圈 是 我觉得这一波 VG的野斧打得相当相当的果断 而且不要忘记了 霞在之前是一个4-0的开局 他的装备非常的好 完全不会比这边UZ差 对 那皇子接下来感觉 选一期待是不是要做一做 但是大笑 依然觉得在这个时间段 RNG拥有八成的胜算 因为毕竟我们在之前 BB的时候说过 这是一个后期的人 对他们的后期感觉打团 这边有点无力支持 就没有还手之力 但是啊 我认为VG的这个三开团阵容 在后期他完全是有 有一定的隐仗的 就是他的主动性 是他们最大的隐仗 就看RNG这边的一个反手 能不能打好 对 主要是这个皇子 对于希尔尔吸血鬼 包括一个蝎子来说 他都是有很大的一个限制的作用的 是 如果游荡的大招 可以放得很恰当 那RNG这边 其实他的输出是不太好 直接给到后排 而且游荡的刚刚的这一波 春歌甲的第一波出来 就打出了自己引有的效果 这边 当场的影 直接把女妖破掉了 而且看狼行这个出装 还是现在比较缺伤害 感觉还要发育一段时间 在希尔这边是已经三件套 在团战中受了一个爆发AOE的能力了 对 霞这边的话 三件套稍微慢一点 因为他前面花了1300去做水银 对 我们这把看到右边的RNG 事实上没有一个人出水银 是的 这把其实跟我之前看到的比赛 有点不一样 这把打得更有血性一点 我之前看的都是 第一件装出完 直接出到一个水银嘛 很稳 其实主要是要看你这个马尔扎哈 在前期的影响有多大 嗯 就这把其实对于玉米来说 他的节奏端上的贡献 倒是没有太大 对 这一场的话 感觉他在中路更偏刷为主 是 因为这把我们看到 游荡把更多的重心 放到了下半路去 就游荡单人 配合下路的兄弟 就可以打出节奏的情况下去 其实玉米在线上 这个自己去刷线去 呃 拐住阿卡丽就好 感觉VG这条大龙 应该也是只能守一下线吧 因为RNG他们 必须有个希尔在 清线能力还是很强的 对的 而且如果他们真的要想 强行上高地 RNG其实这个阵容 他们在高地下 一个反打能力特别的强 就一旦你上来 想要点塔 我现在这边 直接把你开刀 拉回来 是可以时间秒掉的 但还有一个问题 右边RNG 其实这个阵容的手 也不算长哦 嗯 对 这个阵容的手 相对左边来说 就因为左边的 两个团控技能 加上 包括说像路啊 以及还有像 马尔扎 他这种点控的存在 会导致右边 这个短 这个短腿阵容 很有可能会被左边 就第一波进场给 压住 感觉还有一点是凯南吧 凯南大招放好的话 感觉RNG所有人的射程 都在他的大招范围之内 是 所以其实对于RNG来说 现在最好的还是打反手 对 而VG的话 就尽可能的 把自己的先手的 进攻效果给打出来 或者就是抓一个 凯南不在正面的一个时期 就像刚刚在大龙团那一波 虽然他们自己是没有打好 但是那个时间点 凯南在下路 并且没有传送 他们开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场的龙刷的也是比较和平一点 就凯南在龙的边上 现在才想起来 想要打一下 风龙嘛 嗯 风龙应该算是 现在最被人嫌弃的 连水龙都逐渐 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哇 小虎这波 有想法 直接 哇 一切 R1上来 我的天之什么上来 R2 闪现躲开 但是转头 没不住我出手的时候 自己的Q技能 韩影出手 单杀了玉米 这个是 小虎应该在几代目啊 对自己的二代目前辈的致敬 这波也是 对操作很自信吧 因为他直接追到了塔下 而且他的Q技能出手 真的非常的快 所以一旦被这边玉米 摁到了塔下 他是没有机会 担任自己的技能了 是 就玉米的迷腑之窝 摁完了 嗯 但玉米刚刚的 这个闪现躲R2 躲得倒是不错 但可惜 最终的迷腑之窝 出手稍微慢了一点 阿卡丽现在的伤害 就这边跟 马尔扎哈都不在一个层面上 阿卡丽这个时间点三战套 他是一个刺客英雄 想打你这种冰团征服的法式 简直太好打了 是 那单代线上 两条边线上面来说的话 呃 目前至少在中路的这条单代线上面 小虎的生意已经 逐渐的比马尔扎哈大 嗯 马尔扎哈做的更多的是功能性装备 第三件也补了一个冰杖 他如果大面具 还要再往后拖一件的话 其实他现在的伤害端上 真的不太够看 他这种打法 我感觉类似于 冰川增幅的一个狐狸吧 就是打减速打控制的 那这边下一条大龙 马上就要杀新了 而你这边视野 自己这边还没有排清 第二条大龙 还有不到十秒 马上复活 而VG这边的话 星星已经把下河口的 这一块视野已经站住 现在双方对于大龙的视野争夺 会成为重点 两边的上单也都是往这边在靠近 这一波的话 两边除了马尔扎哈的所有闪现都在 感觉这一波团的话 有可能会直接决定这场比赛的走向 小虎走到了一个比较刁钻的下半步的位置 正面南风上来 就是要开逼出了这边悠哉的一个大招 正面的话 VG选择第一步是要先拉开 卡萨开了个陷阱 要直接冲上来 逼出了小虎双方组 两个闪现 这一波本来VG是想 拉悠哉的一个大招之后 再去做决断 但是没有想到卡萨这一波 两重的移速加成 直接把 刚刚是车里子跟南风的闪现逼了出来 帕弗的闪现还在 对我觉得是VG最关键的三个闪现之一吧 一个是中路 还有一个是上府 都是可以开团的 看下阿卡丽这边想要进场 游荡进来了 一球再盖 旁边的话 阿卡丽是缠住这边南风 正面游荡应该是要被卖了 但是这个时候 Zawaru突然暂停了 突然间暂停了 看这一波的话 暂停结束之后 就不用质疑的一点 这边游荡肯定要正忙 又什么盗版软体吗 这边 但是还不清楚 奇怪 为什么选手的电脑里面 总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就是回到一下 刚刚那一波之前发生的事情吧 刚刚就蝎子利用自己的一个 掠食者 加上一个西北的大招 他是逼到洛跟凯南两个闪现 就是包括马尔扎哈代内 他们这边很关键的 三个开团的闪现都没有的话 反正VG这边 他们在户序 闪现撞好之前 他的团会打得特别的被动 对 而且我们就看到 就暂停前的一瞬间的那个画面是 游荡被逼开之后 选择了只能EQ回声盖大 借助自己身上的这个春歌甲去尽可能地牵扯 但是我们看到 那一瞬间他们的队友完全没技能能跟 对 而且这个时候也发现 游荡虽然他做的是一个输出装 但是已经打不出来很爆炸的一个伤害了 并且他现在坦度也不是很够 他冲进去的话 不到一秒钟就已经被打成了一个复活奖 刚刚 卡萨露出了一副吃错药了的表情 小虎反倒比较冷静 这一把其实 本身从整个游戏的流程上来说 VG这一把把前期做的已经是几乎尽善尽美了 尤其在下路双人组以及游荡的这个 两个点位的配合上面 做的相当的不错 但是感觉就是上中两线的英雄啊 跟他们就是这个下一眼之间 依然有着那么一点的 像网络延迟的那种感觉 就是我可能在南方打着电信 你在北方打着网通 我们中间隔着千山万水的这种感觉 对 就可能是那边打起来 我这边卡了一下 我再跟你 就好像是你在前之前说到的一样 就可能VG他们在中后期的运营方面 还是有一点点欠缺的 其实最终还是中期两拨团吧 其实本来对于VG来说 中期两拨团都是他们 把水球给扩大的一个时机 尤其是中路的那一拨团 本来那一拨在双人组放弃了 上路线的情况下 小屁和小五千锋去撞掉对方中一塔 对 那一拨应该是VG最有机会的一拨 但是偏偏给RG给守住了 这一拨散进回来 游到果不其然 连人带的纯甲 纯格甲被卖掉了 对啊 这边可以去逼大龙了呀 你凯南跟路都没有闪现 对吧 哇 这一拨算是两边都在拉扯 但是拉扯的过程中 发现RG的移速实在是太快 但VG并没有想放几条大龙 在打野阵王的情况下 依然损掉过来去正面接 体费降下了之后 正面探照一开 发现RG打得并不快 但是这拨吸血鬼还是有大在的 虽然Cure没有大 但是他一个大招可以提供大量的AOE 那这一拨的话 RNG看到大龙回血的话 应该是要拉开 这一拨应该仅仅只是 拿游荡皇子的人头 算了 逼了玉米一个传送 是 还有包括这么一个TP 还有包括说像游荡身上的车甲 而且包括刚刚那些闪现 而且关键一点 就是这拨船打完之后 RNG只付出了Cata一个人的闪现 其他的招牌师智能都是在的 而且要注意一点的是 就是吸血鬼的帽子快出来了 就其实现在对于RNG来说 拉开是可以接受的 就这一波我们小转 小转是能接受 但是对于VG来说 真的往后走的话 接着往后走的话 就时空时间就静止了 那这一波打完这条大龙 还是两边增落的一个重点 其实还是那句话吧 就是虽然说右边的双C的曲线 相当的不错 倾向于后期 但是依然是那个手的 手的长度的问题 就是左边是有接盘之力的 不像是上一把 上一把是几乎你看到后面 你就手的长度导致你左边在现有劣势的情况下 后期几乎没法接盘 而这一把偏偏在左边这个阵容里面 它是有接盘之力 是的 那就是现在为止的话 感觉VG这边 他打一个反手会更好一点 因为他的一个 先手都是比较依靠自己的闪现 然后包括RNG那边 他其实先手技能并不多 比较依靠蝎子一个闪现 在上一波交掉了 或者是想能够一个钩子 但是其实钩子我们也知道 在团战中想要开团还是比较困难的 或者是吸血鬼的一个绕后 对绕后的话就要看VG 对于自家背后的这个视野 排查得干不干净了 对 他就只能靠西威尔的一个大招 然后去加速 然后用自己的速度弥补自己 这种没有控制的一个劣势 暂停期间 我现在还是比较想看 现场观众们的一些存货的 刚刚看到了一个贝极虎的图片 但是那个是我们上一场就看过的 能不能拿一些新货出来 好吧 看一下各位的创造能力 而且我想说一个就是场外的一些东西 就是今天开展之前 我看到RNG跟VG两个官博 还是有一些他们海报上的互动 你有看到海报吗 没有 就是那个 我看那个RNG的海报上面是画了一个鹦鹉 然后上面写的就普通发素成斑 然后说的是VG 他们基地里面养的一只叫做抛理的鹦鹉 然后那个鹦鹉是会走钢丝 会耍杂技 会捉人 但是就不会说话 就好像再说近一点 我们还要回到比赛 这个话题终止 那回到现在这个阶段来说的话 UZI现在已经在改制自己的第四第五件装备了 但另一边的话 霞的装备也相当的不赖 霞现在身上的装备 这么乍眼一看 反过好像比UZI还要稍微好一些 是的 那这边就上一波的回放 你看游荡这样回去的话 队友感觉有闪现都跟不上 是 但其实我个人认为游荡这一波是 好像这波是 卡萨退出了一个事 可能是突然掉线了 难怪刚刚他们笑得那么开心 卡萨的电脑里出现了不明的软体 而且现在的话 霞这边的装备是领先于西威尔的 是 霞的装备相当的不错 所以这个时间段 这个胖腹可谓是一个魔王 而另一边的话 UZI的这个西威尔 还有包裹上单狼神 狼神的帽子也出来了 主要是这边夹 他先 这个位置 但是卡萨稍微的稍微错身力下 转头压这个拿完蛋反走 也被弥补之后给按住 正面的话 南风将的自己的一个大招 但是没有碰到UZI 正面进来 撤离此一大招 生活不好 反倒是狼神这边的大招 成功拢招了对方相当多的人员 正面的一波团战的对刚 依旧是由安静获得了胜利 这波卡萨一个人吃了太多的技能了 他是一个纯肉的出装 是的 这一波为什么VG会把那么多的技能 交给这个蝎子呀 这包括这个马尔扎哈大招 还有皇子大招 很关键都给了他 而且这一把的话 狼神跟阿卡利 他们两个人绕后的位置 有点精彩的 哇 这现在仅剩一个马尔扎哈 感觉独目难知啊 玉米能不能守住 自己最终的一个雅典娜 不过好在的就是 这个小兵没有大龙buff的一个家臣 似乎可以轻掉正面 想要尝试的鸡杀玉米 被一个回旋的标 收掉了人同 爱一次拿下 我们可以恭喜RNG 在主场收获自己的主场二连胜 以及自己队伍的一个四连胜的战绩 是的 RNG依旧打错了他们自己的风格 非常的精彩 有闪到两个战织回来 瞬间比赛又结束了 对 什么暂停十分钟 回来打十秒就没了 很可惜吧 其实VG这一把 在前置的对线 真的